为了让社会大众对于高沙义勇队的历史有所重视和认识 花莲施工所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 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举办了追忆回篮身影 花莲港厅高沙义勇队特展活动 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一次的特展主题聚焦在花莲地区的高沙义勇队 期盼以在地的故事引起大家的共鸣 并且以多元观点来取代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 追忆回篮身影花莲港厅高沙义勇队特展 31号上午在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 透过传统祈福记忆为展览揭开序幕 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场展览是在回顾日治时期 台湾原住民族被日本政府动员成为高沙义勇队 从个人生命史到族群的历史记忆 战场上的91生到战后的劫后余生 这些都是值得社会大众深入了解的历史记忆 与最真实的历史教材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每一个人 无论是这几件历史不是由黑白来看 那应该要更客观的来看待过去的整个历史脉络 为何日本人要争掉原住民 这些原住民是迫于无奈才出征到远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974年 在东南亚的一个群岛上面发现了李光辉先生 他已经不知道日本战败多久 那也在那边独自生活了几十年 那后来回到台湾之后 那我们才了解到过去整个高沙义勇队的整个历史 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 开始找寻这些的一个脉络 那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尊重历史性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同时也要避免战争的发生 而在这次的特展当中 也展出高沙义勇队成员林冬日家属所提供的照片 他们还特地带了林家第四代的长孙女出席这场策展 并分享林冬日生前被派遣至南洋参战的一切 希望社会大众对高沙义勇队的历史有所重视及认识 这场展览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 在原住民文化历史观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徐丽琴欢迎临时报导